世界破破烂烂 兔子缝缝补补 司机哭哭啼啼 以色列拉人下水 话说这天下大势和酒必分 分酒必和 从川建国上台之后 世界形势发生急剧变化 美国拒绝了中国想和平崛起的想法 开始明目张胆制裁中国 拜振华上台之后 不但没有遏制这一势头 反而又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开打 形成两面作战 接着到底是伊朗的支持 还是俄罗斯的支持不得而知 反正巴勒斯坦哈马斯那边 又开辟了第三战场 跟着第三战场又开辟了第二战场 那就是菩萨武装开始席船 这应该是第四战场 然后第四战场的第二战场 那就是真主党开始打以色列 如果没有哈马斯的袭击行动 以色列和沙特也许都已经达成协议 整个中东局势或许会朝着 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 但结论是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而想再次占便宜的内塔尼亚湖集团 越来越控制不了局势 反而越打越乱 本来想以色列的泰山压顶之势 可以一两个月最多三个月搞定哈马斯 结果没有想到 仗快打了一年了 越打越乱 事到如今 内塔尼亚湖已经是骑虎南下 下来一定会被吃掉 所以拼命拉人下水 具体的办法 在杀了哈马斯的领袖之后 发现伊朗和哈马斯居然没有上当 保持了相当的克制 于是又玩出了一个大火 一下子在黎巴嫩炸操控弯弯铲的BB机炸死炸伤了几千人 以色列这么搞 其实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让战争不能停 一定要扩大化 最终目的是把美国拉下水 只要美国一下水 老内所做的一切罪恶就都已经烟消云散 反过来只要战争一停 他就会被压上审判台 所以老内心要做的一切的目的 就是拼命拉人下水 另一方面 乌克兰那边斯基在明明是兵力不足 战事不利的情况下 居然也去开辟第二战场 而自己开辟第二战场的目的 就是想方设法祈求更多的援助 祈求美国不要抛弃他 不管这又会带来多少孤儿寡母 是约 世界破破烂烂 兔子缝缝补补 斯基哭哭啼啼 老内拉人下水 幻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快来关注洪小妍谈古论今